周生辰到底多有钱 第一次去十一家就大方送古董 连任家轮都直呼羡慕 周生辰第一次去上海看十一 让林叔开的车子是买巴赫 价值一千多万 因此十一的第一感觉是公司为周生辰配的车 周生辰还没跟十一订婚时 就曾送给十一一块陨石手表 当时周生辰还表示这个不贵 这个不贵吧 我想每天带着 怕太贵了不敢带 一点都不贵 第一次去十一家见家长 就毫无人性地送没一大堆古董 连外婆送给十一的念珠 都是故宫博物院典藏级别 要知道周生辰的家里 有着像图书馆一样的藏书楼 里面藏着很多古玩字画 有两三层楼那么高 去十一家的见面里 都是从这个藏书阁里挑选的 站在这个藏书楼上 能够眺望整个周家的亭台楼阁 十一还曾表示自己会广告 那么周生辰的家究竟有多大呢 原著中是这样描述的 大小院落有68座 房屋一共1118间 一千多间房是什么概念 我们从电视剧《一生一世》中 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或许用有钱二字 已经不足以形容他家的富裕程度 当周生辰的老家 正将第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时 相信很多观众都感到震惊 面前是一个宽阔的停车场 完全和公园相比你了 进入大门给人一种皇家园林的感觉 如此豪气的周生辰 和对房子有着执念人家轮相比 怎么可能不让人家轮羡慕呢 对吧 对吧